身为娱乐圈的季节伟王思聪 三天喷个女明星 两天喷个大腕儿 结局不是互对 就是默默收场 女星们都是有苦说不出 被人点了痛学 却不能立即反扑 最多是互咬和范冰冰 互撕范姐这些年 在娱乐圈什么人没见过 但是也只能和思聪互对 没有实锤思聪喷露寒 没眼计露寒人气 也是数一数二的 思聪这么喷露寒也没抢他 挺能忍 还有什么是思聪 不敢做的事呢 然而思聪喷喜夜家的时候 喷雷军英语不好 别出国丢脸 第二天就诚恳道歉 还说要给雷军 当翻一草根出身的雷军 王思聪唯一一次道歉 就是向雷军陪李认错 但前阵子 王思聪把枪口 对准了奶茶妹妹张泽天 炮轰他是顺二代 没有脑子 全靠身体上位 这下把刘强东惹急了 护妻心切得他立即还击 如果你老爸没钱 你什么也不是 先让你爸还清欠银行的贷款吧 网友们对刘强东的反击纷纷点赞 强哥这是化身为护妻狂魔 不过你这还击真是漂亮 说的实在太好了 这回喷刘强东 谢谢啊 优优独奚 oui intim 那